五、六年級 大概是十到十二歲 這是人生另一個發展重要階段 它連同初中一、初中二 加上這四年都是自我性格很重要的訓練和發展 所以一些奇幻、科幻的小說或科外動物對它很重要 為什麼呢? 是因為那些會超越它現實生活的限制 而它有更大的想像 那我們的小說是未來的 因為它的世界是未來的 不是現在的 另外就是對社區的關心 因為這個時候的小朋友都比較偏向喜歡正義 所以如果你對社區的關心 是將它的情緒宣示在這裏 我們就不需要小說那麼擔心 它會不會想錯呢? 另外就是兩性的描述 因為荷爾蒙分泌的原因 它這時候對於我是男生、女生 我怎樣 或者它開始有一點喜歡男生或女生的經驗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另外開始對生活的疑惑 對社會一些不公平事件的反應 都會影響小朋友 所以我們閱讀對它來說就非常之重要 而且這個時候的小朋友都很關心社會 首先介紹一本書 讓我們小朋友對世界有更廣闊的形式 原來世界很大的 這本書就是《華遊世界80日》 這本書是非常著名的小說 亦都知道地球園走一圈後會多了一天 因為原來地球是有轉的方向 不是有時差的 這本書在我們小時候 其實是我們中學的時候 初中的時候是必讀的毒物 當然當時是語錄英文 現在有中文版很好的翻譯 大家就可以看 這本書非常有趣 好玩的 會見到很多不同文化的世界 很多不同的種族 很多不同人的表現 我介紹一本 是我女兒很喜歡的書 就是《默默》 內地亦是《毛毛》 我是有台版 有英文版 有內地版 因為我女兒很喜歡這本書 這本書說什麼 是說時間小偷 你想想時間小偷會多吸引 這本書是非常之厲害的地方 這本書是Michael N 這本書的作者 這個人是非常之著名的 是奇幻文學 奇幻小說的一個 是少年奇幻小說的作家 他們很多書非常之吸引 而且很感人 感情很豐富 但充滿了奇幻 說奇幻書裡面 就一定要說這本 奇幻書中的經典作品 就是《秘密花園》 你家裡有沒有一個秘密的後花園 其實小朋友能否有一個更廣闊的未來 就是在他人生中 是否有一個更秘密的後花園 另一本就是拍成一個動漫電影 而且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本 日本的兒童青少年小說 《魔女雜急便》 我們知道雜急便這個詞 都是從這個動漫開始的 但這本書是非常之重要 因為是郭野榮子獲獎的一本 很重要世界級的日本的兒童小說 日本的兒童小說 早在五六十年代已經是 揚威世界 而且獲得很多世界的大獎 很值得我們學習 他整套的出版系統 作家的發展 互相之間的支援和協助 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而他的閱讀也很重要 因為他們的小朋友 會跟隨這些書 成為他們一種文化 他們是用他們的文學 他們的歷史 他們的藝術 去創造他們自己的下一代 這個很值得我們學習 怎樣用我們的文化 藝術 歷史去創造我們下一代 最後就一定要介紹這本書 林格倫的《思心兄弟》 林格倫有非常之多 非常好的書 當然《詳物之疲憊》 就是你們很喜歡的一本 是《繪本》 但實際上我自己更加喜歡 他的少年鄉 是那些小說 譬如這本《思心兄弟》 因為是很有趣 對中古世界的人物 借中古世界的人物 去反映今天世界的更多事情 這些小說對小朋友 去建構未來很重要 因為他正在用另一個世界的預言 去展述未來他要面對的世界 這才對我們的小朋友有幫助 又可以變得我們的小朋友 對未來的形式 是更深層次的理解 中文字幕君 由你詳細準備 有妙子 無人